雞扒妹鄭家純日前大爆在活動上遭受台灣歌手雍立友性騷擾 這日下午南方就舉行記者會交代事件 搬迫傳媒隨即蜂擁而至 雞扒妹也親自來到現場 場面一度混亂 而雞扒妹在記者會開始前就拿出手機開直播 也拒絕回應記者提問 而現場一名孕婦 句子是雍立友的經理人就開咪 要求雞扒妹離場後才願意開記者會 不過雞扒妹不為所動 現場僵持超過40分鐘後 該名孕婦身體不惜離場 而唱片公司就表示 會將記者會改為線上直播 雞扒妹隨即回應記者幾句後就離開 看到現在這樣她不願意出面 我感到很遺憾 我沒有要鬧場我做了什麼 我就是一直坐在這裡 雞扒妹一離開 雍立友竟然立即現身舉行記者會 穿上白色西裝 面容潮緒的雍立友 在記者會一開始 說自己沒有逃避有關指控 但事件發酵至今 一定要出來澄清 並強調自己都是事件的受害者 我是一個受害人 為什麼我要來解釋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的開端引起不是我 從頭到尾都不是我引起的 但是變成我要來面對 雍立友也都重申一次希望繼扒妹為事件作出提告 他也指他的家人也都因為事件感到非常痛心 我甚至連想自殺的權益都沒有 我想到軟淋欲有給世人最後的遺言 人言可畏 如果我自殺 我的媽媽她這件事 永遠就抬不起頭了 所以我沒有這個權利 雍立友發表完聲明後就離開 也沒有接受記者提問 唱片公司指事件進入司法程序 亦不排除未來有機會提高任何人 而其實雞扒妹知道雍立友現身後 曾一度接返會場 不過就被在場工作人員禁止入內 被拒於門外的雞扒妹就對此非常憤怒 回到現場 我們就是隔一道門 她讓所有工作人員不讓我進去 這是什麼意思 大家自己公平吧 你知道她是受害人嗎 我對她是受害人 因為是要問她到底為什麼不敢 在我身上 為什麼不敢 我們人坐在這裡 然後離開是用逃跑的 請問還是不提到嗎 我已經完全表述過我的立場 日前雞扒妹也再度爆料 表示曾國城曾經在綜藝節目 和自己有身體碰撞 曾國城隨即向雞扒妹致歉 說如果對方對她表達友誼的方式不習慣 可以早早說明 雞扒妹後來回覆紙 收到對方道歉 更希望雍立友都向前輩學習 更希望